欢迎收看我们2023年龙大赏游戏部分的第三期 那今年我们会引入一个新的评分机制 之前我的视频都没有做过评分 那我的评分还和大家评分可能不太一样 我会给游戏打五个等级 也就是五颗星 那怎么来定义这五颗星呢 那五星游戏是我觉得非常好玩 我玩到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那四星游戏也就是 也是我评论最多就是 还挺好玩的 但是没有到我玩到停不下来 那种感觉又没有说有点烦 那种感觉就是还挺好玩的 我就会都把它评为四星 那三星的游戏就是说 它会有一点缺点 然后玩的时候会有点烦 像快点玩的情绪 那二星就是太难玩了 非常不好玩 但是我最后还是把它玩完了 一星就是我玩都没有玩完 所以从这个评分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这个忍耐度还挺高 所以大部分游戏都会是四星 千万不要一个一百分的这个 尺度来衡量 我并不是二十分一级 而是根据我刚刚说的内部程度来分的 所以如果这款游戏 我给出的我的这个感受度和你不一样 欢迎你说一说你的这个游戏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第26款游戏 荒野大标课 我之前有通关了二代 但是没玩过一代 这次一直算是补完了这个梦想 虽然还是原汁原味游戏不过有了60帧 但虽然原汁原味在提高了分辨率以后 画面还是年代感十足的 但整个游玩过程中我还是很能接受这样的画面的 好在二代是一代的前传 这么来说这个游玩顺序还真的碰巧对上 游戏的剧情让我能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约翰马斯顿为缩影的小人物的无奈 整个叙事和感情是非常优秀的 尤其是中章部分 真的是把情绪拉满了 不愧是当年的年度游戏 DLC王林魅影讲述了一个世界变成丧尸的故事 这部分感觉还是挺欢乐的 但是剧情比较简单 有空可以体验一下 第27款游戏 漫威蜘蛛侠2 整体和前作的区别不是特别大 在保留了前作的各种优点的同时 又清整了不少内容 这一部是由两个蜘蛛侠作为主角信心的 两个蜘蛛侠大体上操作起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但各自会有一套不同的技能 上一代比较诟病的MJ潜行关卡 本作还是有的 但是这次MJ可以攻击敌人了 所以玩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像上一代那么作用 蜘蛛侠的移动方式 除了我非常喜欢的猪死百当 还增加了滑翔翼 移动效率真的拉满 游戏的剧情可以说是 超越平均水平的超级英雄电影 大量惊艳的剧情演出各种丢在你脸上 而且游戏中几乎所有之前都做得非常不错 我真的很难对这部作品说出什么缺点 硬要说的话 我觉得在性能模式下 感觉画面总是糊糊的 第28款游戏 超级马利欧兄弟 惊奇 今天实在是太猛了 在Switch的末期任天堂又掏出了红绿帽子 这次的二弟马利欧剧上次的二弟马 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 但这次的惊奇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 充满着奇思妙想的关卡 加上惊奇花的设定 在每个关卡吃到惊奇花之后 关卡都会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奇妙的惊奇之旅 每个关卡也都藏密着大量的内容 在公关的过程中也总会出现新的东西 新鲜感拉满了 在关卡中总会出现一个闲聊画画 它可能在跟你聊天 也可能在给你提示 新加入的徽章系体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内容 有的可以提升能力 有的可以增加属性 有的可以获得一个新能力 同时本作的多人联机部分互帮互助的感觉多了起来 而且类似于死亡搁浅的义不联机 总有很多玩家的影子和我们一起公关 让我也总能感受到人们的帮助 它可能会帮你演示公关方法 也可能会帮助你复活 也可能会突然看到一个别人放到立牌上 让我发现这里有隐藏内容 惊奇实在是太好玩了 第29款游戏 幽灵行者 我玩这款游戏主要是因为出了幽灵行者2 所以我在玩二代之前要回来玩一下一代 这款游戏的核心元素有几个关键词 跑酷 急死 赛博 低人称 随之带来的就是难度很大 需要大量的背板 但在熟练之后可以玩出行云流水的体验 可想而知游戏的节奏非常之快 很容易死 但复活也很快 可以做到连续尝试 一张死了几百次不是问题 在电子音乐的加持下 让人一直处于肾上线索飙升的情况 不过游戏也在中间穿插了一小部分的平台跳跃和解谜 这部分内容来让玩家放松一下 我也没有一次性打出这款游戏 是分了好多天 每天玩一会儿 因为这个游戏玩久了 我的手机会不太舒服 可想而知 操作有多极限 如果你喜欢血压飙升的感觉 可以尝试尝试 第三款游戏 有灵性战 我感觉这二代要比一代玩起来简单了一些 游戏现在增加了耐力槽 冲刺格挡都会消耗 没错 加入了格挡 可以一直按着格挡 也可以进行完美格挡 人物的成长非常丰富 有着大量的技能可以使用 但这一块技能 搭配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解锁可使用技能的上限 也需要在游戏的过程中 收集紫色的内存 前作的一些装饰性收集品也存在 新增加的杀招还是非常强的 在偶尔遭遇战卡关的时候 用一下还是可以逃课的 不过CD很长 并不是每次都能用 玩法在保留前作的核心内容上 还增加了一部分扩充 最大的改变就是加入了摩托车关卡 其实这飞快的摩托车 闪转腾挪也是挺帅的 大范围转移 所以游戏后期还有一张半开放性的地图 大后期也提供了一桩飞行 不过可以施展的情况不多 这种算仅上天花 游戏的剧情内容过程了不少 大部分关卡结束时 会回到基地和伙伴们交流一下 感觉有很多关卡 帧数并不高 肉眼看起来大概在30到40帧左右 优化不太好 但整个游戏玩下来 核心的爽快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三是一款游戏 心灵杀手一 我先说我没有玩心灵杀手二 我玩心灵杀手一 但是因为心灵杀手二 没有出实体版 我就先没有玩二代 什么时候出了实体版 或者是游戏荒的时候 再去体验二代 那么回到一代 这是一款10年的老游戏了 不过我玩的是后面的重置版本 这是一款第三人称设计恐怖游戏 游戏的剧情还是挺扑朔迷离怪异的 游戏的玩法需要用灯 来照怪物一段时间才可以进行攻击 是比较有特色的 但是主角的移动性能属实是不太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家的设定 或者是恐怖游戏的题材 导致主角跑两步就跑不动了 得喘一大段气才能继续跑 后期堆怪也挺烦的 武器种类也不算多 整个游戏的年代感还是有的 第32款游戏 控制 本来只是打算补下VRAM Day前面的游戏 但是控制很让我惊喜 这是一款第三人称设计的 泪银和恶魔城游戏 充斥着怪但奇妙 又有些许科技的艺术设计 整个游戏的过程中 一直会有各种奇妙的视效 和场景变化轰炸 不过角色构筑方面不是很少 武器的种类虽然也不少 但是我还是喜欢 类似于现弹枪的散射状况 游戏中有几种能力 有的可以用场景的物品 来扔敌人的投掷 有的可以防御 有的可以控制敌人等 不过我后期最常用还是投掷 一通哭哭杂人 效率很高 但是游戏中的指引和地图 做得不太好 总是半天找不到路 不过后期熟悉了 这种感觉稍微好一点 游戏的剧情有点高开 低走的感觉 到后期结束的也挺仓促 游戏后期突然发现了 心灵杀手的内容 才发现两部游戏在一个世界观里 而且最后有一整个DLC 来讲和心灵杀手相关的事情 这让我刚玩玩心灵杀手的人 感觉很惊喜 第33款游戏 使命召唤20 现代战争3 这款游戏 没什么好说的 别买 甚至这一作都没有自己的独立白金杯 游戏就跟现代战争2的DLC一样 我觉得没有任何诚意 绝对是考虑克趁着卖了动势之前 赶紧捞一拨钱 整体剧情没有什么推进 也没什么营养 为了混市场加入了 类似于战区的开放式作战任务 也没什么意思 就这样混 全程也就三个多小时 但不管怎么说 刚play的部分还是做得不错 最后总结 别买 第34款游戏 如龙7 外传 无名之龙 这次的无名之龙 讲述的是如龙6 到如龙7之间 同声的故事 整体算是一个小体量游戏 战斗系统回到了及时战斗 战斗风格也只有两种了 但是有一个新的特攻风格 特攻风格主打一个道具赛 甚至有类似于蜘蛛侠的猪王 梦会漫威蜘蛛侠了 甚至有对怪的嫌疑 都有点无双那个味 支线有一些机械式支线任务 但也有几个情怀项目 也有一些恶搞的 斗技场内容也是游戏比重 比较大的一部分 不仅可以单挑 甚至可以培养一个队伍打群架 游戏角色能力需要消耗 完成旁支内容给到的点数和金钱 所以这两项内容是避不开的 但好在还挺好玩的 没有被绑架的感觉 剧情整体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因为纯主线流程并不长 所以整个流程算是高潮迭起 也不乏一些劲爆的剧情演出 最后的结局还感动了一大把 猛男落泪 迎来的童笙的羡慕 不过其实也没羡慕 如龙八不是还有童笙吗 我还是很期待如龙八的 第三十五款游戏 无敌号 我没有看过原著 直接玩这个游戏 也没有什么理解上的问题 游戏的美术和设计都非常不错 不仅是游戏的场景美术 各种原子朋克的科技装置 也非常有意思 配合游戏步行模拟的游戏形式 在游戏的过程中 操作各种科技装置 也是游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说是步行模拟 还真就是步行模拟 全片游戏不是说没有战斗 但是只有一丁丁点 但游戏整体带来的沉浸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仅有场景和音效的渲染 还有意志不停的对话 再加上剧情方面 大量科技内容和悬疑内容 说是看电影 也没什么问题 整体剧情安排也非常不错 前期有大量的疑点和伏笔 后期大量的揭秘 再加上结尾的深刻思考 这整体就构成了这部无地号 不过游戏性方面真的不太行 没有什么游戏性的内容 人物移动也很慢 玩完之后还是很想去看看原著的 第36款游戏 机械战警 暴力都市 我没有看过机械战警的电影 但是能够想象得到 机械战警这个名字 听上去就有两个关键字 所以游戏内整个设定也都围绕着这个部分展开 机械意味着我们主角非常强力 面对各种歹徒 简直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但是由于我们是个机器人 实际上也不完全是机器人 游戏整体移动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也不能跳 和一个坦克感觉差不多 不过慢慢的可以点出冲刺的技能 移动效率高了不少 武器也围绕着一把无限子弹的手枪展开 在后期生日之后 甚至可以成为一把冲锋手枪 非常猛 游戏的成长有技能点 成长点数提供的反馈还是很有用的 另一部分就是对刚刚提到的手枪进行升级 这部分可以在游玩的过程中 剪到一些PCB版 可以理解为技能模板 提供了属性升级和一些特殊能力 属性就是弹架容量啊 换弹速度等 特殊能力就像刚刚提到的变成冲锋枪 不用换子弹 模板就像一个电路 上面的路线有好有坏 要用我们点到的芯片来调整电路连通的走向 我们的芯片作为节点 每个芯片上面有提升的百分比 若这是一个属性升级的节点 则会按照芯片的百分比来提升能力 芯片也可以进行合成 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基线战警本就强烈 在这样一通升级之后 后期可以说是强物体一通乱杀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战警的部分 作为一个警察 平时帮助完成一些贴条查案和帮助市民的工作 也是无口后非的 有一些支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主线也有在讲述把人改造为机器人 原生机器人 还有人类的冲突问题 整体剧情也夹杂了不少好笑的地方 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游戏的画面其实挺不错的 虚幻5的引擎确实厉害 但是有些地方帧率比较低 可能和可破坏的内容比较多有关系 子弹打到墙上墙皮可是咔咔的往下掉 但是整个游戏可以看出来 技术力或者是投资之高的感觉 人物表情动作有点僵硬 细节也不太充足 整个游戏玩起来挺爽 挺好玩 第37款游戏 面试 这款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一款 充满解谜和艺术感的步行模型 在这种类似于生物朋克加机械科技的 血肉感的一步朋克中 度过了这几个小时 游戏可以说是一直处于在解谜的过程之中 游戏中后几乎有枪械 但子弹有限 战斗内容并不多 整个游戏没有任何引导对话和文字 通篇玩下来还是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还是需要玩玩去看看剧情解析的 不过也是因为游戏整体流程不长 在这种玩法还没有感到厌烦之前 结束了游戏 这款游戏真的还挺挑售中 玩之前先去看看相关的视频 首先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艺术风格再决定 不过应该有很多场景 审核应该是过不了的 第38款游戏 使命召唤十四 二战 又到了不老的使命召唤的时候 这一部的二战题材主要是讲述 从诺马底登陆到莱茵河西线战场的过程 也探讨了旧战友与遵守命令之间的抉择 游戏中也可以和不同的队友来交互 来获得医疗包子弹或者侦察敌兵的 不过整个场面大多数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而且游戏中有半关坦克关 有半关飞机关 不太好玩 整体玩下来也算中规中矩 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 请不要忘记观看我们下期 2023年龙大厂的游戏部分的第四期 请不要忘记你的一天三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